小九好端端一个大活人 怎么说不见就不见了 奴婢们私下都找过了 还是没有找到 莫非是偷偷逃走了 继续给我找 每个角落都别放过 是 公主 这小九 刺激消失不是挺好的吗 免得留在太成宫碍一眼 荒谬 要走要留也是我一句话 堂堂太成宫有先额 想走就走 想留就留 成何体统 公主 崇林仙官来了 让他进来吧 是 外面怎么样了 那些看管索魂玉的仙官们 朕商量着如何向帝君请罪 以帝君的修为 将索魂玉夺回不算难事 公主有所不知 索魂玉中锁着的那些要挟 倘若不慎放了出来 后果不堪设想 什么后果 索魂玉中要挟 一旦散落到八荒六合 恐会对封印渺落的妙异渊 有所影响 来 帝君马上就要恢复最后一层功力了 我马上就可以出去了 这么快就出去了 那我怎么办 帝君会不会把我当做 一只来路不明的野狐啊 帝君他的老人家一向好亲近 出去他定不肯把我带回太城宫的 再说 这个姬衡 有那么喜欢我 万一他把我送给姬衡 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让我把他带回魔族去抚养吧 狄群不要啊 狄群不要啊 他会习惯的 他一个心智畏权的小狐狸 你懂得什么 魔族主我弃主 不适合他 帝君你误会了 因为我们九尾狐狸族 大多是以人参显示的 所以恢复狐身是偶尔是会迟钝一点 但是 我的心智很成熟 我已经三万岁了 帝君 你可是四海八荒 德高望重的仙 跟我抢一只小狐狸 怕是太没有气量了吧 要不 你就让我带回去 两一个月 半个月 十天 十天总行了吧 十天总行了吧 出去的时候 我还是太成功的小仙鹅 回来的时候 就已经是帝君怀里的小狐狸了 哎呀 我也太幸福了吧 帝君 您可算回来了 锁魂玉 毁了 那些妖邪 帝君 因锁魂玉丢失 看管将领 跪在太成功门外 等帝君发落 让他们回去细思几过吧 崇林 整个太成功 你最细心 我要出去些时日 这小狐狸 暂且由你照顾 帝君放心 崇林一定尽心竭力 摸我的头就是觉得我可爱的意思 小狐狸十分活泼 好好照看 别让她乱跑 好 以免爪子上的伤更严重 是 我最喜欢把别人弄哭了 你再哭大声点 乖乖地听崇林的话 等我办完事回来 我再到她手上来领你 这哪儿来的小灵狐啊 你从哪儿来的 你 酒 小殿下 你怎么变成了 这寻常的灵狐了 法术呢 你法术呢 我 怀了帝君的孩子 怎么回事 怎么回事 上当了 我的小殿下 那要是亲一亲 就能怀上个小冬华的话 我凭空就能生出 两个小私命来 来来来来 既然来了 就别走了 一五一十地把你是怎么 变成这副德性的过程 给我写下来 写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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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